大家好,我是小薇。 Stable Diffusion是最先进的开源文本转图像工具。 不过,对于很多使用AMD显卡的用户来讲, 在本地部署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不兼容或者报错的情况。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方法, 只需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Stable Diffusion的本地部署。 首先,点击下方链接, 访问DirectML版本的Stable Diffusion GitHub页面。 该版本整合了DirectML,适用于AMD系列的独立显卡。 DirectML由微软开发,是一个用于机器学习的DX12库, 支持AMD显卡加速。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已经提供了安装的步骤。 现在,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安装流程。 第一步,安装支持Torch的Python 3.10.6版本。 点击下方链接,进入该版本的下载页面。 下拉到最下方,选择最后一个64位的Windows版本, 点击下载安装文件。 双击安装Python,并勾选下方的Add Python 3.10 to Path选项, 点击上方的Install Now按钮,完成Python的安装。 第二步,安装Git for Windows。 点击下方链接,下载64位的Git安装文件。 完成下载后,双击安装程序,一路点击Next,完成安装。 第三步,在任意位置新建一个文件夹。 例如,我在地盘新建了一个名为SDAMD的文件夹, 用于放置Stable Diffusion的安装程序。 进入该文件夹,在上方地址栏输入CMD,运行Windows命令提示符。 返回Github,复制DirectML Stable Diffusion WebUI的安装命令。 粘贴命令,点击回车键,即可完成安装。 完成安装后,安装目录就会多出一个文件夹。 点击文件夹中的Webuser.batp处理文件, 开始安装Stable Diffusion的主程序和模型文件。 根据网速不同,安装时间需要花费10到30分钟。 当进度条达到100%,并出现Local URL地址的话, 就代表着安装成功。 复制URL地址到浏览器,就可以运行Stable Diffusion了。 运行WebUI,系统已经安装了一个模型和一些基础的插件。 输入提示词,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现在,我们来安装一些必要的插件。 打开ControlNet的Gethop页面,并复制安装代码。 返回WebUI,选择Extensions,从网址安装,粘贴安装代码, 点击Install按钮。 完成安装后,点击应用并重启UI,即可完成安装。 返回WebUI,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ControlNet 1.1版本,已经安装完毕。 按照这个方法,大家可以根据需要,安装各种类型的插件。 如果你想把界面调整为黑色,在地址后方输入ModeDark,即可完成转换。 完成了插件的安装,我们就可以下载各种模型了。 打开C站,点击下载一个大模型。 完成下载后,把大模型文件放置到Models,Stable Diffusion目录下。 点击左上角刷新按钮,即可加载该模型。 按照这个方法,下载Laura模型,并放置到Models,Laura文件夹内。 完成了模型和插件的安装,输入一段提示词,调整好参数,就可以开始绘图了。 在下次启动的时候,点击Web User Bet文件,就可以正常启动Stable Diffusion Web UI。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小微,支持本频道的发展。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留言区讨论,或者联系小微的邮箱。 感谢您的支持,再见。